歡迎收看 不得了啦 大愷又來啦 是的 我們食材特派員 今天我的小幫手在哪裡 你們三個讓我好緊張 來 我們先點點名 Ryan Rachel Jasmine 好了 三個小幫手都到齊了 我們今天的任務就是 先仔細看喔 我們要來找到 這個是什麼 爆米花 所以我們今天要找爆米花 Ryan 你覺得它是什麼 飯 超飯 飯 它是飯嗎 你覺得它是飯 超米 超米 那Rachel覺得它是什麼 超米 它是超米 OK 妳是飯 然後妳是超米 然後妳是什麼 超米 妳也是超米 妳剛剛不是說它是爆米花 爆米花跟超米 好 那我現在跟你們講 它的正確名稱呢 就是我的工作 一人 一人 100公克 所以我們今天 一人100公克 一人100公克 我好擔心今天的小幫手 他們今天走進菜市場裡面 然後說一人100公克 然後老闆會問他說 你們一人要什麼100公克 好了 你們今天的工作就是找到 一人100公克 可以嗎 可以 走 出發 你們要問老闆什麼 有沒有 有沒有一人100公克 沒有 對不起 老闆 那妳可以告訴他們哪裡 有 來前面那個麥婷的阿姨 好 謝謝老闆 那個完全無聊 你們不謝謝老闆 老闆跟妳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一人 你看一人 你要不要找找看 你覺得一人是哪一個 哪裡 是他嗎 我怎麼覺得比較像他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綠豆 這個是綠豆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紅豆 所以你們確定是這個嗎 確定 那你們要不要跟老闆娘說 我們要買什麼 一人100公克 謝謝 他們要買一人100公克 每個店都是算 100公克喔 沒關係 那還是我們買一斤好了 好 直接買一斤 這樣一斤對不對 對 一斤多少錢 100塊 一斤100塊 好 OK 來收起來 好 那謝謝老闆喔 來 帶著我們的藝人100公克回去 謝謝老闆 好 謝謝老闆 那至於藝人要怎麼挑選呢 我馬上來問一下老闆 來囉 老闆那想要麻煩妳告訴我們 就是娛樂觀眾朋友 怎麼樣挑選好的藝人 好的藝人就是大小 我們看大小要整齊 我好擔心老闆娘突然說 好的藝人最好是 講話口條要好 然後最好有點梗 我們要挑這個藝人啦 對 怎麼挑 那就是藝人就是大小要整齊 然後摸起來要硬硬的 不能太軟 太軟就是放太久 來來來 Ryan妳幫我摸摸看 它是硬的還是軟的 這是藝人 這是藝人 那除了挑選 硬的之外 還有什麼重要原則 看起來只要有那個白白 太白就是會有發霉 太白是發霉喔 對 那需不需要把它打開來 望聞問切一下 可以 好妳摸摸看 藝人會有一種味道 藝人我知道 會有一種異味嘛 對不對 就像哈蜜瓜有哈味是一樣的意思 藝人有一個清新的味道 我來聞聞看喔 沒錯 這就是我們平常喝藝人湯的味道 來 Jason妳聞一下 很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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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好的 所以我們確定了 好的藝人呢 小朋友是不會說謊 他告訴我們 我們的小幫手跟我們說 好的藝人聞起來很香 就是一個自然天然的香氣對不對 怎麼樣保存 保存就是 如果買回去的時候 家裡有那個 有罐子 蜜蜂罐子 你可以把它回家 倒在蜜蜂罐子上也可以 對 或者是家裡有夾電袋 夾電袋把它放在夾電袋裡面 直接封口 都起來我們放一個乾燥劑 放在裡面一直喝 是我們平常吃完餅乾有沒有 那個多餘的乾燥劑 因為照老闆的說法 其實藝人是很容易受草花美的 對不對 對 你就把它丟進去 對 我們都知道說 吃藝人會有一個功能 就是降血 降血脂 降血脂還是降血壓 降血脂 降血脂可以 這麼多功效 聽妳這麼一講 感覺藝人一定要大吃一口了 那至於藝人 要怎麼料理呢 小幫手 我們今天非常成功順利的 來到這個獅東市場 成功採買我們的藝人 來 我們1 2 3 一起說成功好不好 今天我們的任務 小幫手 1 2 3 成功 1 2 3 2 3 3 2 3 4 2 3 4